作词 李宗盛 学界的意义与认知 尊敬的诸位尼斯大姐 诸位沙弥以及各位不法居士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早我们学习了 比丘尼的八境法 自己也觉得很受用 其实八境法 是不仅 比丘尼要学习 士叉尼 沙弥尼要学习 这个精神是我们 比丘也应当学习 在《放网菩萨界》里面 清界第一条 就讲到 要对上座和尚阿舍利 大的同学 同见同行者 都应该 起成瘾礼拜问讯 都应该尽心地供养 这种恭敬心 是我们自信的信德 唯有修行信德 才能够彰显自信 所以菩萨道行至最圆满 终极的 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那么普贤十大愿 第一条 就是礼敬诸佛 我们礼敬一切众生 都应当如同礼敬诸佛那样 以至成恭敬的行 这样的话 才能够完全彰显 我们自己的佛行 那么今天早上 自己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口误 就是讲到 比丘尼 如果是以无根 放比丘 我讲到是范仲 实际上是二篇 这里就纠正一下 好 那下午我们要谈的 就是正式我们的主题 学界的重要意义和认知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教诈 其情的 目的就是让大家 对学界提起高度的重视 那么实际上 出家人 确实就是以持界为根本 我们出家 跟在家人 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有敬 所以 佛在《遗教经》当中 这么说 如等比丘 逼我灭后 当尊重 真静 波罗提牧场 如暗欲明 平忍得宝 当知 此则是 如等大事 若佛注视 无益此也 遗教经 是佛最后的遗教 就如同 世间 这些 道德学问很高的人 到最后 留给世间的 都是至善的话语 那么 在佛的最后的 给我们的遗嘱 遗言 跟我们说吧 说 如等比丘 当然 讲比丘 是出家五重之手 也是 佛门 七重之手 就涵盖了 其他的各种 于我灭后 在佛陀 灭肚之后 就应当 尊重 真静 波罗提牧场 波罗提牧场 就是佛所制定的 戒条 出家的 戒 不管你受了什么戒 都要遵守 这些戒条 比丘 二百五十条戒 比丘尼 三百四十八条戒 还有 士叉摩纳的戒 沙弥 沙弥尼的戒 十戒 二十六门 威尼 现在我们也正在 绝缘四 讲这个 沙弥十戒 威尼路要 是欧益大师 所编辑的 这个不仅是 沙弥尼要学习 其实也是 比丘比丘尼 必须学习 它是比丘戒的基础 那么 在家人 有五戒 八戒 那么大成的菩萨戒 同于在家出家 这些都属于 菠萝提牧场 那么我们要尊重 正经 如同像在黑暗之中 遇到光明那样 以一种 渴求的心 阴重的心 来学习 因为 唯有气 才能够令我们 操凡脱俗 才能够令我们 转凡成生 那么 又如同 凭人 得保 这个 贫穷的人 突然 得到了 魔力保住 就是 如意保住 如意保住 可以随着你的意 变现你所需要的珍宝 那么这是 多么 令人庆幸 我们 在生死苦海当中 沉沦了 无良节 那么今天 能够得欲戒法 就能够 这一生 有指望 解脱 六道 灵魂的困难 所以 我们对于 戒法 要生起 无比的 尊敬之心 当之 此则是 如等大事 你们明党知道 这个戒法 就是 你们的大事 大事 就是指福 叫大道士 能够 引导我们 出离 生死苦海 断两种 生死 阿罗汉 断分段 生死 佛 不仅断分段 生死 还断 变异生死 那么都要靠 戒 作为根本 所以 佛跟我们讲 如果我不再是 那么 你们对于 戒法 就如同 对我一样 那么尊敬 若我 注释 无以此 所以 佛最后的一教 就是教我们 要 以戒为师 所以 戒在 就是 佛在 你要知道 你们 灯坛寿的 戒体 是 在 三宝前 发大菩提心 求得的 戒体 这个戒体 就等同于 菩萨的戒体 只不过是 菩萨的戒体 妖妻是 未来进 进 未来进 而 生闻的戒体 是 妖妻于 进行受 但是 全都是 以大菩提心 才能 感到 这个戒细 那么 大菩提心 就是 成佛的 因 华原经 普贤 行愿 评里面讲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 发 菩提心 因 菩提心 成等 正确 那我们 现在 灯坛 受戒 发达 菩提心 求受戒体 这个戒体 就是我们将来 成佛 成无上 菩提的 因 我们怎么能忍心 把它毁死掉 那么 菩萨界 它涵盖 三聚 就是 摄 绿一界 饶意 有情界 还有 摄 三法界 这三聚 境界 三聚 就是三类 那这三类的境界 其中 绿一界 就 含射了 所有的 这些 声闻的 律 所以 不要认为 我们现在 所学的 这些 比丘比丘尼界 那只是 声闻界 小成界 你这样想的错 它的法 虽然是 声闻的 见法 但是 它的体 是属于 菩萨界的 界限 因为你 登坛 受聚的时候 是 以大 菩提 心感的 这个 界 乃至于 居士 受五界 受八界 沙弥 沙弥 尼 受 这个 沙弥 界 都是 发菩提 心 在 受界的时候 界师 就是 界和尚 都要 引导 界子们 圆境 发心 观想 圆念 十方世界 十法界 一切 有情 无情的 众生 发起 大菩提心 事断一切恶 事修一切善 事度一切众生 这三个 事院 就是三具 境界 绿一切 就是 讲 事断一切恶 设上法界 就是 事修一切善 饶意 有情界 就是 事断一切 众生 那我们 发 大菩提心 就 感得 菩萨界的 界系 所以 这个 虽然是 生文的 界法 但是 它是 属于 菩萨界 当中的 律于 界聚 所以 我们能 好好的 持守 这些 生文的 界条 就是在 持守 菩萨界 因为 菩萨界 是一个 无所不包的 大界 所有 界法 都含 设在 其中 以这样的 大 菩提心 去受 生文界 持生文界 那就是 在 受持 菩萨界 那我们 这个 菩萨界的 界体 就是 佛的 法身 我们知道 所有 五分 法身 戒 定 会 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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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戒 法身 就是我们 现在受的 得到的 戒体 我们 今日 受到的 得到的 戒体 将来 就成为 佛的 戒 法身 只不过 我们 现在 这个 戒体 就像一个 刚生出来的 婴儿一样 还没有长大成人 欧一大师 有一个 辟语说 如同 太子 刚刚出世 什么都不懂 但是 你不能 小看他 因为他 就是东宫 未来 这个 的主人 他将来 长大了 就是要 统治天下的 国君 而他 现在 虽然 什么都不懂 没有能力 没有智慧 可是 他长大 成为国君 一统 天下的时候 这个 体 这个身体 是同一个身体 就是从 这个婴儿 长大 而成的 这个国君 没有变 第二个身体 那我们 现在 在得到的戒体 跟以后 成佛了 就是同一个体 假如我们 毁损这个戒体 就等于 断自己的 佛性种子 那再也没有 比这个更是 可怜 可敏 可爱 那我们能够 好好的持戒 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修行 是至关重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无漏学 因戒 神定 因定 法会 那么 为什么 持戒 就能得定 为什么 最后 能够 开智慧 乃至 得到解脱 得到逆盘 在大制度论里面 跟我们讲 持戒之人 其心 不悔 心 不悔 故 得喜乐 得喜乐 故 得一心 得一心 故 得实志 得实志 故 得厌心 得厌心 故 得离遇 得离遇 故 得泄脱 得泄脱 故 得涅盘 如是持戒 为诸 善法 根本 这就对我们 讲清楚 为什么持戒 最后能够 帮助你 得到 究竟 泄脱 因为持戒 因为持戒的人 他经验的持戒 坚守不凡 他的心就不会有悔恨 世间有一句话想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做了亏心事的人 心里一定会有愧疚 会有良心的潜众 世间人讲的良心 实际上就是指佛性 我们自己都有佛性 当我们做背逆佛性的事情的时候 自然就会感觉到愧疚 这是你自己本有的佛性 所以它就有这个作用 令你能够做亏心事 你会觉得不安 当然佛性 有的人埋没得很深 做了亏心事 他都已经麻木固然 那只是因为他迷得深而已 并不代表他没有佛性 法华经理 法华经理跟我们显示 连一禅旗都有佛性 那更何况我们县世 能够出家 那都是很有善根的人 那就不要把自己的善根断掉 要让自己的善根增长 所以首先我们要好好持续 你们大家都那么年轻 能够那么年轻就出家修道 这是非常值得赞叹 但是这一生能不能有成就 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基础打好 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戒持好 要持到角如冰霜 成点不燃 你的心就不会有悔恨 愧疚 那么心没有悔恨 自然就有邪恶 就所谓的法喜从满 有喜乐就会得一心 我们修行禅定是重要的书运 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派 这个禅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心不能得定 那就不可能开智慧 那现在末法时期 最保险最稳妥的法门 就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呢 阿弥陀经常讲 也要念佛 求一心不乱 只要得到一心不乱 那你这一生是决定能够温胜心 但是修别的中得一心 不能一定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净土法门是最容易 但是说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说你要得一心不乱 那这个是要下一番死功夫 那就要从慈戒开始 慈到你心里面感觉到很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戒法我都不去 我都没有违反 我自己戒气非常的清净 没有任何的污损 那就非常的喜乐 这个时候来念阿弥陀佛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顾虑 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忧悔 那就很容易得一心 得一心就能得十志 一心是禅定 十志就开无路指挥 这个十志 如果是讲大成的十志 是彻底通达宇宙人生的实相 知道万法皆空的道 又知道一切假象 宛然 空有不二的道 能够如是 这个一心之中 一心之中 修空观 假观 空假不二 这就是中观 一心之中 原修空假中三观 这个人就开无路了 那得十志 就得厌性 自然就厌立 厌离什么呢 厌离这个虚幻的世界 像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最关键的是发愿 发愿就是指厌离苏陀 心求极乐 假如你不肯厌离苏陀 那你往生就困难 这个厌离不是说 我很讨厌 这苏陀世界的这些人 看得都不顺眼 很讨厌他们 很讨厌这些事情 很讨厌这些种种的东西 不是那个讨厌 讨厌不是厌离 这个厌离就是 你不留念 不执着他 为什么你不留念 不执着他呢 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 那是空 犹如一场梦幻 梦里面的东西 那有什么值得我们留念 所有的这些人 善人恶人好人坏人 也不值得我们去执着 去起爱憎 因为都是在梦境之中 你能够起这样的智慧 就才能够生厌离心 不执着了就是厌离心 那么厌离心生起来了 就能等离狱 离狱就是断烦恼 那么贪嗔吃慢疑 这些烦恼 以欲做代表 因为贪欲是根本 那你为什么能够离狱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 就不执着 自然 那个欲念 贪念都没有 没有贪也没有臣 无碍无会 由不三界无所寡 得离狱准得解脱 自然你就烦恼断了 解脱了六道生死 生死就没用 生死是个假象 是个梦境 是因为你迷才会有 迷了就会起欲 就有贪 就有种种的执着 那现在已经离了贪欲 离了执着 就得到解脱 得到解脱就得到涅槃 真正享受涅槃法乐 所以如是持戒 是诸善法根本 这个善法是指寄托 出世的善法 持戒是根本的 所以这就是讲 为什么要持戒 持戒不同于世间善 因为世间的善法 果报只在人天 而持戒 果报是出离三戒六道 那不仅 我们持戒 可以有这么殊胜的力 对于护士正法来讲 也有关键的作用 在三戒律里面 我说到 匹尼藏上 佛法寿命 匹尼若助 佛法易助 匹尼藏就是律藏 律藏是佛法的寿命 你看 佛法分三藏 经律论 佛没有把经藏 论藏作为佛法的寿命 而把律藏作为佛法的寿命 所以你只要能够 深入到律藏当中 去学习经历 那你就能够重视正法 佛法就因你在而不会混 匹尼若助 佛法易助 借法 当然不能只存在文字上 不能只存在一些书本上 孔老夫子讲过 人能弘道 非道明人 人才能够弘扬那个道法 不是靠道法来弘扬人 所以借法能不能复兴 正法能不能久住 就靠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出家的这些弟子 我们能好好实现 这就是匹尼注释 假如我们都不实现了 那匹尼就只存在在这个 《大藏经》的这个书本里头 那就党于是毁灭 所以对于自己的修行 对于佛法的注释 学进实践 都是至关重要 在《大藏经》本身新地观经里面 有说到 如等比丘地挺地挺 入佛法海 信为根本 度生死和 戒为传法 若人出家 不护境界 贪着适乐 毁佛戒报 获释证鉴 入邪剑林 引无量人 堕大深坑 如是比丘 不明出家 非是沙门 非婆罗门 行是沙门 心肠在家 如是沙门 无远离行 经里面讲 无等比丘 也包括咱们比丘尼老 地挺地挺 要认真 入佛法的大海 信是根本 你不信佛法 那你纵然读了很多佛经也没用 那都是没入佛法大海 所以我们学佛 不要跟这个世界的学者那样 去钻研这些佛的经典 读很多很多的经 常识非常丰富 但是没有真正对佛法生起信息 那你基本还是个门外海 根本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意义 信解行政 首先要有信 你才能有正解 有正解才能起正行 有正行才能证果 所以信是根本 信为能入 而渡生死河 生死的河 要渡过去 到涅槃的彼岸 戒是传法 你不能没有这个传法 否则你渡过去 所以若人出家 好好地守护境界 而贪着适乐 因为戒法就是帮助我们 对质对适乐的贪然 也好比我们能够不费实实 这就断世间人的 对吃的享乐 世间人随便吃 饿了就吃 不饿也吃 一天吃好的顿 不分白天夜晚 那我们出家人呢 向佛学习 佛日中而食 我们就日中而食 顶多是开早餐吃小食 那晚上就不吃了 这就是断贪欲 那么又好比 佛制定出家众 不捉续金钱 金钱是毒蛇 谁跟他连上了 那就被他咬到 伤害死我们的法身贵命 那我们出家人 这个少欲知己 三意波剧 其余的 那就越爽越好 不能够像佛事时代的比丘那样的 只是这个三意波剧 那我们也要生惭愧心 尽量的减少我们的需求 那至于钱财呢 要能够放得下 你看杀迷十戒里头 都要求不捉续金钱包 那更何况比丘比丘 当然根本有不虑 可以开许我们 钱财缩净 但是自己要存着这种心 缩净也是等于把这个钱财 占有的念头放下来 人家供养的钱财 我们是将来把这个钱 要换取净财的 什么是净财呢 就是我们的四十共产 这是我们的净财 那个钱财是不净财 不应当由出家人作序 那我们不得已业障重 只能够我们作序 那就要生惭愧心 这样的缩净 那才是真实的 不然只搞个形式没有用 拿了钱 好 你戒法好像是没有亏缺 都缩净了 缩净了之后 但是你贪心没有去掉 那个戒就不是真实 所以戒就是对质我们的贪欲 又比如说我们的衣服 藏衣都要缩净 十日不缩净 那就会犯了 藏衣戒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对质烦恼 首先第一个 衣服不能太多 越少越好 如果有了 那我们都应该说净 真实净是最好 真实净现在也很难持手了 就辗转净 但是我们做辗转净的法的时候 也都要心存惭愧 比不上佛式的比丘 那我们这个衣物就尽量的 够用就好 不能谈虚太多 所以连必要的衣食 都需要以这个惭愧的心经受 那么更何况那些衣食以外 跟我们修道不相关的东西 假设尊者讲 那些多余的东西叫愚痴物 你东西越多越愚痴 所以出江众 如果贪着适乐 一定就会毁翻戒法 戒法就是对着贪着适乐 所以你不能对质 那就会毁翻 那毁佛戒宝 戒是我们的无上之宝 你毁犯了戒宝 甚至认为 我们出家人 有些戒就不用吃了 譬如说八经法不用吃了 现在居然有人也提出来了 这是失去正见 就入邪见灵 灵就是指很多很多 这个树木就组成灵了 那还有认为 现在连个个都晚上吃饭了 都吃钥匙 美其名曰钥匙 这是等于什么呢 公然的在毁翻戒法 佛制的非时时戒 从商尼到比修 比修尼 都没有说开源 我饿了就能吃 没有这个开源 那现在我们呢 都已经习以为常 这就是佛法的悲哀之处 连我们出家人 都不好好实践 你说佛法怎么能行上 佛所自定的戒法 我们以轻慢心 公然的不屑一顾 那这就是 确实 我们是造很深的孽 那佛在律上 对于实在有病苦的人 晚上 最多开许到的 就是他吃一点米粥 这个米粥吃了 他还是犯非时时 所以佛施令 他躲在一个僻静的 没有人看见的地方 才能吃 吃了之后 回头还要忏悔 非时时节 病好了 还要忏悔 这不是常法 那如果你实在 有渴 或者是 有其他的病因缘 那佛有开许 非时将 进行受药 没有开许 晚上可以吃药 所以 这个不能讲 大家都这么做了 那我也这么做无妨 要知道 破戒还有得救 破剑就没得救 公然在反对佛陀的正法 那就是破剑 所以入邪剑灵 就会引无量人 堕大深坑 深坑就是地狱 一忙引一忙 相先入火坑 如是比丘 不能讲出家 非是杀的 非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 这个道德高尚的 这种 这个贵族的这种人 换句话说 这种人就不高贵 要知道 比丘 比丘尼 这都是高贵的成语 是三界当中都尊敬的 人天师表 那假如我们不好好实践 那就不是沙门 那就不明出家 行似沙门 心肠在家 那就像地藏经里讲 这个心非沙门 为座沙门 七旷白衣 违背戒律 种种造恶 怎么样 将来他就必度无坚定 千万一劫 求福武器 如是沙门 无远离行 这个远离行 包括两种 一个是深远离 一个是心远离 深远离是指我们出家了 深住阿兰柔处 远离 尘世的这些贪爱的这种境界 以戒为时 以苦为时 这叫深远离 远离五欲六成 心远离 就是心 确实已经不染着五欲六成的境界 纵然是再俗都不染 这种人才可以涉俗一生 他已经有智慧 能够观一切法 如梦如画 如泡如影 所以能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而不受众生的影响 那么这种人才是真正心远离 那么远离三界之音 必能够得到解脱三界之国 那么关于持戒 大家在这里学习 很有福报 能够有这么好的时长 来教导大家 重视戒法 很多出家人 出家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教导 不知道 实际的重要性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我出家 今年是五年 第五年了 那 之前 我已经学佛 二十多年了 而且 没出家前就讲解我 对经教很感兴趣 那么 对戒律就比较忽视 所以 出家之后 刚下了戒谈 我出家 一个月就说记住戒 这个三十九岁出家 跟洪一大师 那个年龄是一样 三十九岁出家 洪一大师也是 出家之后 一个月就受记住戒 但是我跟洪一大师差远了 人家出家之后 受戒之后 那就专精解语 那我呢 当时是发愿 专宏净土法 因为我深受净土的真实的利益 那叫报恩 就发愿了 装修装火 敬土堂 对于持戒 就不是那么看重 认为 我们好好念佛 将来必定待业往上 是吧 戒嘛 反正 念佛就能消业障 什么罪业都能消 不持戒 反正不要犯太重的戒就好了 就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 受了戒之后也不送戒 戒等高速 从来就没看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也很仰慕 欧依大师 因为欧依大师 俗姓忠 我俗姓也是姓忠 这个 当然还不光是俗姓相同 最重要的是 对他老人家的那种 大菩提心 那种 这个 鸿厚正法的城堡 羡慕 赞叹 愿意消防 那么他老人家呢 这个戒净土法门的 这些经论 也是 非常的 精彩的决论 我们现在 正在讲解的 就是欧依大师的 弥陀要经 这是整个 静宗法门的 刚宗 要想 了解静福法门 你必定 必定得学 弥陀要经 那么当然 还有静宗第一经 无量寿经 我们这个经 是每个月 佛期当中 讲 那么欧依大师讲 真能念佛 不负起贪嗔痴 寄大世界 那我们很多人 看了这个 都很欢心 鼓舞 这可以不用学戒了 反正你真能念佛 你就不会起贪嗔痴 这才是大世界 那换句话说 你们肯那些戒本的 小世界 我们灭佛的人 才是大世界 那这个观点 就是一种 错误的见解 是一种邪见 当时真的不知道 那我跟 老和尚 学法 二十多年 老和尚 把我送去 学戒 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 我跟明老人家 学静福就好了 为什么 还要 这个 拐个弯 绕个远路 要学戒律 学戒 那都是小城 大城 念佛 是吧 那很自在的 但是老人家 跟我苦口婆心的 劝了我好多次 那我虽然 不完全理解 但是我还算 一个听话的 好孩子 所以就 听从老和尚的指示 就跟随 泰兰 亲公和尚 学戒 学戒之后 不多久 因为我学习 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不学则已 一学 我得把他学明白 我就读很多的 欧一大师 宏一大师的 这个 劝戒我们学戒的著作 那么 欧一大师 在重制 匹尼 示意 极要里面 就有一段话 就专门回答了 我那个问题 那这个话 我想 也跟大家 学习一遍 它是一个问答 属于 达比修戒五问 这个其中一问 这个问答是这么说的 问 念佛一门 广大简易 信应奉行 但能一信念佛 自然 只恶防飞 何戏 酷酷 穷年 学此律法 名相好凡 亦非简易 果其声闻 又非广大 恐不若 装宏 净土 法门之妙也 这个问题 正是我的问题 你看 念佛法门 是广大 简易 所谓广大 是三根 谱皮 力顿全手 那么 上至等觉菩萨 如文殊普贤 也不能够超出其外 他们都是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下至定义众生 极苦的罪恶的众生 他们也能够因念佛 往生而量生死 待业往生 一生成佛 这么广大 又这么简易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 这谁都会念 那你只要信 真信 罚愿求生净土 就必定能往生 那你只需要一心念佛 自然能止恶防飞 你看你心里啥都不想了 就念阿弥陀佛了 那你肯定不会犯戒了嘛 那么就止恶防飞了嘛 何须花这么多的精神 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律法 啃那个律障 啃南山三大部 名相好凡 戒律的很多名相 每条戒都有凯辙纸饭 不仅还有指持 还有坐持 出家人还要诵戒 还要诵戒果 这个坐持的部分 也要去学习 这个不是简易的工作 而且呢 这是小城声闻的解法 他最后的几果 最终只能够得声闻的果 他也不广大 不像念佛法门 那是普贤行愿 最后的倒归极乐 那是最广大 那道不如专修装红净土法门为妙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的问题 你看偶一大师怎么回答 实戒念佛本是一门 原非一者 境戒为阴 净土为国 若以持名为敬 学律为御 既为顾命成言 宁成念佛三昧 夫如海无雅 如宝如燕 其部广大 做饭只持 保任谢托 其部简易 故一心念佛者 虽能止恶防飞 专经律学者 尤为守佛名讳 现在则少龙僧中 临终则上品上升 法门之庙 赎过于此 这偶一大师讲得太好 如果不是偶一大师讲的 我还没这么服气 我这个人也就是比较顽固 一定是你把这个道理说得无懈可击了 我才能够接受 那偶一大师讲 持戒跟念佛 本来就是一门 不是两门 原非一折 折就是那个 车走过的路 就是一条路的行径 不是两个 换句话说 持戒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持戒 这就是一门 是哪一门呢 净土法门 你要修净土 必须是持戒念佛 不能说我念佛就好了 不持戒 那你就是一分为二 你跟偶一大师在这抬杠 人家说一分 你说我就把它分两半 我就要另一半 念佛就好 不要持戒 偶一大师怕我们不懂 下面再补充一句说 禁忌为因 净土为国 这个话讲的跟在净土经论里面好像不同 净土经论说 信念念佛是因的 往生成佛是果 那弥陀要解里面也是这么讲的 六性当中 信因信果 就是信 你能够这个信念持明 那就是能够念佛往生 信这个因果 怎么这又讲 境界是因净土为果 正是因为 持境界就是信念持明 你能够延迟戒律 戒就是佛的身口意 你持境界 身口意就不犯罪 就清净 身口意清净就代表你的心意清净 心净则佛同见 这就是净土往生的原理 你说我口里在念佛 我这边还犯戒 还造恶 那么这是怎么能够心净 你念佛怎么能够相应 就像这个廉池大师讲 这边喝着酒吃着肉 那边跟人家谈禅 这样他那个禅 就是磨的禅 净土也是这样 你这边喝着酒吃着肉 然后再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这样能往生吗 这边造子杀到淫望 然后跟着念阿弥陀佛 这个不能往生 心不清净 所以禅戒 身口清净必须要靠戒法 义的清净必须靠念佛 持戒念佛 就是帮助我们身口意清净 就是帮助我们持净戒 这是净土之音 如果以持名念佛为净路 这是古德讲的 念佛法人 持名念佛是净中净又净了 最接近的 而你以学历为虞 虞就是绕远了 那么既为顾命成言 宁成念佛三位 你既然已经违反了佛的顾命成言 什么是顾命成言 就像过去帝王最后要死之前 交代给众臣那种遗嘱 就叫顾命成言 所以那些众臣 就是等于承担帝王的那种 父主叫顾命大臣 尤其是少主年佑 就要靠这些众臣来扶走 就好像刘备白帝成脱宫 那流产还小 那么刘备就把少主托付给诸葛亮 这就是告诉他要好好扶走 少主 要保住蜀国的江山 这是属于顾命成言 那佛的顾命成言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对我们出家人来讲 好好地持戒 以戒为师 把戒当作我们的大导师 若佛做事无益词 我们能持戒 自己能得解脱 又能护士正法 那如果我们不好好持戒 甚至连戒律都不肯学 那么就违反了佛的最后的遗教 你就跟佛做了例子了 不是孝顺于佛 是唯利佛 你跟佛都唯利了 你怎么能够成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肯定是孝顺佛 才能够成念佛三昧 如子亦母啊 佛念我们如母一子 母子互相的意念 这才能够成就念佛三昧 那我们就是个逆子 爸爸妈妈教我们的 我们都为你 那就不孝 所以就不可能互相有意念 那就不能成念佛三昧 所以戒如海如雅 这是我们读戒本 都读到戒海 就是广大 如宝如雁 我们把它当作无上的宝 求之不雁 那既然讲 这个如海如雅 怎么能说不广大 那么做饭指持 保认泄托 其不简易 做饭指持 就是讲 什么叫做饭 就是 你不该做的 做 这叫做饭 那么该做的 就要好好地做 这叫做 做食 不该做的 我们就不做 这叫止食 不该做的 做了 这叫止饭 所以做饭指持 就包括 只做二吃的戒 你能够持一条戒 就得一条戒的泄托 所以戒法叫别泄托戒 别别泄托 就个别个别 你持一条就一条泄托 持两条就两条泄托 个别个别的泄托 岂不是简易吗 我不杀生 就有不杀生的 这个果报 我能不偷盗 就有不偷盗的果报 这就能 很快速地 来成就你的 这个功德 这不是很简易吗 怎么能说 持戒不是广大简易 所以 一心念佛的人 虽然他能够止恶防飞 没错 但是他对于戒法 如果不熟悉 他对护士正法来讲 作用是不大的 那专精律学的人 他更是能够守佛 明慧 守着佛明白的教会 楞严经有四种清净明慧 就是四根本重戒 不赢 不杀 不盈不杀 不忘 这是所有戒律的根本 一些戒律都是从这四种戒 展开来的 都是防护这个四种戒 这是佛对我们的清净明慧 我们能守得住 现在就能少龙僧众了 这个僧众 现在来讲 开始复兴 这是好事情 在偶一大师那个时候 你看他老人家 想找五个比修 如法如律的共住 都没办法成就这样这个愿望 明末清初的时候 那首戒法已经摔到这个地步 到宏仪大师那个时代 也是非常的凋零 那么这些大德 为了拯救佛法 就转井见 你看宏仪大师 他有一副对脸 特别感人 这上年讲到 试舍生命 洪护南三四分绿 九住神中 南三三大部 从宋朝以后 就一度失传 好在被日本人操绣 保留下来 到民国初年 才要运回我们中国 所以当时宏仪大师 就一心的钻研南三三大部 做批注 做修正 做整理 分科 然后写了很多的这些心得 包括这个笔修戒相表记 这是对我们的出家众来讲 笔修戒 笔修尼戒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刚明性的著作 对于在家人 就南三 在家背难 当然也是我们出家人 必学的 他实际上就是三大部的 抽出来的 这些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解法 把南三四分绿拯救起来 这是少龙僧众 我们现在能读到南三三大部 现在我们流通的三大部的本子 那个夜眉上都有那个写的批注 那都是红衣大师 当年的写的这些东西 这些批注来的 当然不一定是红衣大师的亲手笔记 但是完全是红衣大师的这个文字 丑陆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学到南三三大部 这个要感恩的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就没有见到南三三大部 所以他不得已为了弘扬戒律 他想着跟道玄律组一样 把这个五部律做了一个汇集 整理提炼 做成重制匹尼试一级要十七卷 分量比南三三大部少得多 三大部是八十卷 这个重制匹尼试一级要十七卷 也是把只做二十 比修尼 包括这个沙米 沙米行 沙米十节为一路要就是这里面的一卷 最后第十七卷 等于归纳总结出来 让我们后世的人学习比较方便 这种都是良苦用心 为了少龙僧宝 因为三宝之中 我们讲注视三宝 佛宝 那就是现在讲佛像 法宝 是经书典籍 这两样都是无情之物 僧宝才是有情的众生 所以 三宝 要靠僧宝来弘扬 法来宿传 那僧怎么能够立起来 就是要靠戒法 所以 能够把戒法复兴 就能够少龙僧宝 少就是祭成 龙就是龙胜 心胜起来 能够少龙僧宝 就能少龙三宝 真正是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那这样的功德 是最为殊胜 临终一定能上天上升 所以法门之妙 赎过于此 净土法门 最妙就妙在这 持戒面佛 我就是看了 欧益大师的这个文之后 就心服口服 这回不敢说 不要持戒 只要念佛了 所以就开始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学戒 那么学戒 首先当然要明白戒的纲理 有四大含义 戒体 戒法 戒行 戒相 戒法摆在第一个 法体 形象 首先我就把这个戒体搞清楚 我看到红义大师 是讲到 这个戒体的问题 是他老人家 在律学要略的这篇讲演当中 这个讲演 是他在一次戒坛上 对刚刚受完三坛大计的戒子们讲 讲什么呢 给大家泼冷水 我把他的话原本念出来 说若受杀弥戒 须二比丘受 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受 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 不但比丘戒受不成 杀弥戒亦受不成 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 要对众位讲 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 或可谓僧众断绝了 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 以为中国僧众很多 大有达至几百万只盖 据实而论 这几百万中 要找出一个真比丘 怕也是不容易的事 如此怎能受沙米比丘戒呢 既没有能受戒的人 如何会得戒呢 这个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这个话是请让人感叹 你看洪玉大师讲 这登坛受据逐戒的人这么多 当时中国僧众大有几百万只盖 但是想找一个真实的比丘都找不到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南宋迄以后 这个比丘戒的传承就中断 那为什么会中断 因为要得比丘戒 需要重援成就 比丘戒不同于菩萨戒 菩萨戒受戒的时候 主要在心 你发菩提心 制成的求受是可以得戒 乃至没有戒失受 千里内无能受戒失 你可以在佛菩萨形象中自施受戒 比如泛网菩萨戒制定的 就是这个拜颤得好香 就能够得戒 所以重在心 不重在圆 但是比丘戒是很尊贵的 他是僧宝 所以佛对这个要求很高 他要重援成就 比如说结界要成就 时时要清净 这个结膜要如法 心境要相当等等 这个在结膜书《纪元记》里面 大家可以翻阅 就讲得很清楚 就论第一个 结界成就这都不容易 因为结界要做一个结膜 那这个结膜呢 是要至少四位比丘来做 那假如一位比丘都没有 那结界就不成就 这个比丘是真实得戒起的比丘 不是一个名字比丘 像我们一般如果登坛寿 没有得戒起的话 那属于名字比丘 有名无实 那有的人说 那我在受戒的时候 实施都要清净的比丘 那我要意念中认为 他们是清净的就行了 在律上是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假如那个戒和尚 是一个破戒的人 但是弟子不知道 受戒的人不知道 认为他是清净的 也可以得戒 但是呢 这是从我们主观上来讲 是可以颁导的 假如实施不清净 我们认为他们清净 就是生至重心 事实如佛 这样的至成恭敬心来受戒 是可以得戒 从主观上符合条件 这实施清净这个缘 就算可以成就 但是客观上还有缘呢 那就是戒戒戒戒那个是客观条件 假如那个戒没成就的话 你那实施都是清净的比丘 那也是不得戒 这客观的缘就很不容易 因为客观的缘 确实要客观的找到 这四个以上的清净比丘来结戒 那如果真的一个找不到了 那就没有 这是洪于大师的感叹 为什么说 这六七百年来 这个比丘戒就已经断了 生存断绝 那比丘戒没有了 当然受比丘戒不得戒 受沙弥戒也不得戒 因为受沙弥戒要两个比丘戒 那一个找不到 那当然没有 受比丘尼戒呢 当然也没有 因为比丘尼戒 今天早上说了 都要到比丘僧中求大戒 那比丘也没有 那就比丘尼也没有 那比丘尼没有 是沙弥也没有 沙弥也没有 这真的是生存断绝了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 那我看了这一段 我的汉毛直述 那我就效法洪于大师 问自己到底得什么戒 洪于大师当年也认为 自己没得戒 他是在佛前念旧 念的菩萨戒杀咪 那我们可能觉得奇怪了 佛菩萨只是告诉他 他得菩萨戒 这没问题 因为他真发菩提心了 自是受戒都可以得菩萨戒 那他怎么能得沙弥戒 不是刚才说的吗 比丘没有了 那沙弥也应该没有 原因在沙弥得戒 不需要戒戒 只要两个比丘 给他在自然地上 自然戒里头 都可以去受沙弥戒 不需要戒个大戒 不需要戒戒场戒这些 不用做法戒 所以沙弥戒理论上是可以得的 只要他认为那个戒时 是清净了 就可以了 但是比丘戒是不行 比丘戒必须要在 作法戒上得戒 没有作法戒 就不可能得比丘戒 所以连偶遇大师这样的人 都得不到比丘戒 他顶多顶多 就是菩萨戒杀 那我就效法戒大师 理办佛 然后一个下当中 就勇猛精进的 拜善拜佛 最后念旧 效法戒大师 做了好几个旧 自己第一是菩萨毕修 第二菩萨撒弥 第三 没有得菩萨的比丘 没有得菩萨的沙弥 第四 菩萨优婆色 就是没有得比丘沙弥戒 只得五戒 还有菩萨戒 还有就是再加优婆色 菩萨戒没得 只得五戒 最后三归人 连五戒都没得 这几个旧 拜完万佛之后 那个万佛明经 从头到尾拜了一遍 然后就念旧了 要制成感应的 不然你没有制成心 那念旧也不准 结果一念呢 你知道我念了什么旧呢 是个三归人 连五戒都没得 我就在那思维 为什么我五戒都不得 本来五戒自是受也可以得 原因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 都没有制成心 没有制成心 实际上 你做那个仪轨 都不得进 所以怎么办呢 求戒体 法体形象 戒体是根本 你有戒体 才论得上戒形的 持贩立场 所以先求戒体 宏益大师怎么说呢 宏益大师这么说 他跟宏益大师说的是一样 说诸位中若有人 真欲少龙僧种 必须求得沙弥比修戒者 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即使如偶益大师 理沾茶禅仪 求得清净伦相 即可得沙弥比修戒 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修 这是大成经里面 只有这么一部说到 用这种特别的方法 能够得菩萨比修戒 当然包括比修尼戒 就是理这个沾茶禅 智伦 第二轮是三个轮 身口一三种 莲自三下 得全吼 全是善的 就叫清净伦相 得到了清净伦相之后 就是地藏菩萨给你印证 你的戒体是清净 你现在可以自识受菩萨戒 比修戒 倘若你还不满十八岁 那你是女众 你是沙弥尼 那你就自识得菩萨 沙弥尼戒 假如你满了十八岁 可以自识受得菩萨 世叉摩尼戒 到了二十岁 也可以自识受得菩萨 比修尼戒 这是沾茶经上讲得很清楚 那欧弥尼戒讲 末世欲得境界 舍沾茶伦相之法 更无别途 就是你别想别的方法了 除了沾茶伦相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 那么 欧弥尼戒讲 因为得清净伦相之后 即可自识总受菩萨戒 而沙弥尼比修戒 包括在内 就是说菩萨戒 收射了律仪戒 就是沙弥戒 比修戒都收射在 菩萨的律仪戒 以后 当然有讲到一方面要求戒期 一方面就是要为了护持正法 还要维持现状 那所谓的根本的求戒期 就靠李瞻茶叉得清净伦相 得到了清净伦相 当日自识受菩萨比修尼戒 假如大家没有那个自识受的文 文字有 可以发给大家 但是同时还要认真地学习这些戒法 既然你已经受了比修尼戒 你不管是真的还是没有真的 你多要学 受了戒就可以学戒 学戒就是维持现状 让戒法能够长驻世间 不要灭绝了 没有人学他就灭了 所以维持现状 跟这个求根本的戒期 两个要同时进行 这是洪尼大师对我们的指示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 在座的人都很年轻 肯发心都可以做到 偶尼大师是四十六岁 节下安居当中 他就舍掉自己所有的戒 变成三归人 跟我一样三归人了 然后开始拜战叉叉 拜到最后四十七岁元旦 得清净伦相 所以从此之后 他就称菩萨比丘 之前叫菩萨沙尼 你看他的著作 四十七岁以后的 都叫菩萨比丘 人家真的是一个大德 实事求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欧尼大师讲 举事不知真 我独不爱假 不搞假的 那你搞真 当然这戒法当然是精通 那自己的经验 得清净伦相 只要制成的去拜战 很快就能得 自己是在2013年8月初八 得清净伦相 这个我们僧团里面有两个人 还都是沙弥 都得到清净伦相 那还是沙弥得清净伦相的 他就得菩萨沙弥 那以后再受俱进 他就真实的菩萨比丘 不用再求清净伦相 包括现在你是沙弥 你到了18岁 你就可以自动转成真实的菩萨 施查摩纳 到20岁自动转成 当然要自施兽 转成菩萨比丘 这是根本的 那么维持现状来讲 就是好好学戒 学戒的内容 不仅是要把这个戒本精统 第一是要背诵 第二要解义 解义就是把每一条戒 348条戒当中的开遮持饭 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这样你才能够无法的行使 佛制比丘五项以内要专精介路 因为比丘建250条 确实要那么长时间 因为不仅是要把戒本搞通 还有坐视的部分 结末的部分都要搞通 你比如说 如果僧团里面有人犯了二篇 你怎么帮他去唱会 僧团 送戒该怎么送 结家安居该怎么做 自知该怎么做 这些如法生事 我们都要经过 而且这些文都要把它背起来 结末文不能看着本子念的 送戒也不能看着本子 那个叫送 不看本子叫送 看本子叫读 不是读戒 要诵戒 那比丘尼佛是制定六年学戒 比比丘多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比丘尼戒比较多嘛 差不多比比丘戒多一百条了 多九十八条 那你记得花些时间 那么佛制定 五下 比丘尼六下 能够 这个办比丘 比丘尼试 就是你 不仅精通 指识部分 戒本 这个开车吃饭都懂了 还要 送戒节目都精通 这个人才能够尽学尽论 不能够列等 要依次而学 所以大家 无论你学哪个宗 哪个派 哪个专业 戒是根本 是基础 是共同科目 佛学院 应该把这个戒律课 作为共同的课程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学 你不学好 那比丘比丘尼试 都不懂得怎么办 那你学这些经论 难免都会有带来很多故事 年轻的时候不学 到年纪老了 就更不肯学 面子都拉不下来 不愿意学 那这一生就等于废了 那我们的教务长 还要求 让我再略谈一下 安居自资的意义 这也是如法生事之意 送戒 安居 自资 这都是我们出家人的常法 如果不做 那都要犯戒 比丘尼不安居犯三篇 比丘犯五篇 不送戒 这个也是犯五篇 这些都需要做 那为什么比丘 比丘尼要安居 出家五众都要安居 不安居就会结罪 这是因为 我们出家人是以修道为药物 如果不好好的安居 到处无事游行 就会防费我们的道路 而且特别是夏月当中 很多的外面的蚊丛 这些冤飞软冻之类 很多的草木 我们会踏上 这会有违我们的雌行 而且世间人也会激贤 出家人老是到处跑 不像话 所以佛制定 一切时都应该安居 春夏冬三时 印度只讲三个季 中国人讲四季 他们只有春夏冬 三时都要安居 那么夏安居是为最重要的 那么在安居当中 就是把自己的身形定在一处 就能够收射六根 去静思到法 而且安居之中 要刻定日期 用功半刀 九十天安居 刻期取证 所以安居在佛式时代 每个下安居之后 很多人都开悟正果 所以那个时候 供养安居 生功都特别大 为什么 都是正果的圣人 那我们纵然不能正果 至少在道业上有长进 比如说你能够在阶线安居当中 九十天用功念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无乱 那你这一生就完成任务了 你肯定能往生 九十天足够用了 弥陀经只是说落一日之落七日而已 那你九十天有什么不行 我自己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闭关九十天念佛 每天十万佛号 九十天念了一千万 虽然还没到一心无乱 但是自己感觉到提升很大 总要精进 修道要趁年轻 年轻力壮 这时候能够用功 到晚年了 想用功用不起来 所以安居非常重要 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收舍不散烂 对我们道业讲进是至关重要 那自制也是佛制定的常法 每年结下安居之后 必须要做自制 这个一下九十天 大家都精炼神仙 但是往往可能自己都有很多的过失 就是我们修道的障碍 我们见不到 要靠道友来帮助自己 互相劝谏 就是辗转相见相交场 这佛弟子就能等争议 所以这时候佛制定 我们生团成员 互相之间来劝谏 来举罪 那自己就要打开我们的心扉 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 这个自制就是毛主席讲的 批评跟自我批评 互相都这么做 互相的撤离 自己没有什么隐瞒的 罪不能隐瞒 都要发怒 发怒忏悔 这罪就消掉 如果不肯发怒 当然就不肯忏悔 那个罪业就越来越大 所以自制就是帮助我们 改过的一个好方法 当然我们不光是做行事 更加是要有这个真实的内容 要改过自行 要认人取罪 欢喜接受人家的批评意见 那佛叫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仪轨 就是尊重 那比修尼还要做个节目 猜一位代表 到比修僧中来求请自私 这这个仪轨 都是帮助我们 能够落实这个内容 所以这不是搞一个行事主义 那么在自私的安居和自私 这个仪轨之前 还要有受仇 受仇 讲白了就是点人数 点人数还要这么浓重的仪轨干什么 还要用散花 烧香 还要这个洗手 还要这个念那个记子 来的受仇 这么重要的仪轨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自己是僧团的一份子 我有资格来参加僧团 作为一份子来受仇 这是一个很光荣 很庆幸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受了戒 我没有破戒 我就在这个僧团里 凑足一个僧数 受仇就有我的一份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仪轨 认识到尊重戒气的重要 所以佛的所有的仪轨 都有它的含密 不能够请慢 那么我们如果有犯戒 自知之前就要忏悔清静 参加自知 自己有试罪 认识到自己的罪 要发落忏悔 那么生邪作词 这些本子 大家应该都有 按照对手忏悔 一般亲的罪 对手忏悔都可以出罪了 重的罪 如果还来不及忏 像二篇的 还没有因缘忏 出罪 那我们先要发落 或者可以先行 这个 莫纳洞 但这个也不容易 先发落 发落了 罪孽就不再增长 不然今夜 复长的话 他又有罪 罪上加罪 那我鼓励大家 如果当天犯了戒 当天就要忏悔清静 最好罪不要格宿 格宿了又多一条罪 就复长 今夜复长 还辗转复长 每隔夜 每增加一天 罪业又增加 时时刻刻都要想到 维护自己戒气的情景 我们在绝缘寺的生团 大部分人都能够 重视忏悔 基本上当天知道自己的罪 当天就忏悔 这个做法非常好 自己忏悔了 感觉到身心清静 很清安 好像放下了重负一样 如果罪业很重 这个犯戒很多 到最后忘了自己犯什么戒了 留下了只是忧悔 这样对修道具有大的伤害 现在我相信时间也都到了 几点 对不起 时间都超过了 所以最后让我用 这个慈州大师的一句话 来给大家作为一个结束 慈州律师说 不学经论无以言 不学律无以利 所以大家在佛学院 好好的把经律论学好 而且戒律是药中之药 把戒律学好了 再学习经论 那么必定能够 因戒得定 因定发挥 你就能够承办圣道 就能够令正法成圣 今天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参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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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